三重區228公園旁的和平路橋 因為使用率低 在經過評估之後 預計6月份拆除 不過拆除之後 等公車的民眾就沒有遮蔽 因此新北市議員李昆成 特別邀請相關單位前往會刊 三重區228公園旁有和平路橋 由於橋邊正好有公車站 因此等車的民眾 可以在橋下遮陽躲雨 但是6月份拆除之後 恐怕需要另外設置後車停 天橋拆完之後 這邊這個腹地整個會增加 那是不是在這個公園的腹地裡面 也類似做一個 可以遮風擋雨的一個 一個糧亭之類的 那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最主要就是讓民眾 在天橋拆完之後 有一個能夠遮風擋雨的 等公車的地方 那我們也希望說 6月份拆除天橋的工程 能夠一切順利進行 那之後我們這些工程 也能夠接續來做 雖然這裡只有兩條路線的公車行使 但是既然當地的民眾 有這樣的需求 新北市交通局 將會和相關的單位討論 看看是否有可行的辦法 兩部分我們將會 交通局這邊等回去再會做 設置的那個 公車站也會這樣 那你一般能夠 總共怎麼考慮一下 一般的公車站也會 能夠探討 應該是說 因為資源有限 金字有限 然後我們就是以那個 四條路線上 等到程度比較多的公車站 會來有限設置 這次會刊 除了討論設置公車後車停的可能性 由於6月份和平路橋拆除之後 原本橋墩的位置 也是可以利用的空間 樂事設置簡易良停 也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謝謝